我们跟神的关系对的时候 什么都对了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起来 基督徒忙可以忙 也应该阴晴也应该忙 但是不能忙到盲目 但是不能忙到烦躁 什么时候我们忙到盲目的忙 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忙 只为了今生只为了眼前忙 这都叫做私迷的忙 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忙到盲目的时候 或是我们忙到烦躁 快要burn out的时候 我们都要停下来 车子坏了就要送去修 生病了去看医生 肚子饿了吃渴了喝 你里面累到烦 愣到burn out 停下来去面对主 因为神不希望看见他的儿女 只有我们跟枝子 葡萄树出了问题 才会哭干 才会burn out 偶尔的疲倦 软弱 可以了解 burn out是长期出来的 表示我们长期出了问题了 弟兄姊妹这是仇敌在我们身上的诡计 可以累 但是只能肉身累 心灵里面不该累 我到了这把年纪 我跟你说 我睡觉的时间 不是我老人家 不需要睡长 我很容易累 我不敢在哪个国家 只要坐到车上 没多久我就睡着了 都是余师母跟人家在聊天 我都睡着了 因为我身体真的累 可是我们里面的灵 里面的心里的力量不能累 内心是一天 心是一天的 我们侍奉神 应该是充满喜乐的 所以以赛亚书说 他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利 他们要如阴 展翅上腾 底下说什么 奔跑不困倦 行路不疲乏 所以我们临里面 疲乏 浩劫 哭干 都应该停下来 我希望你们不要误会 不然等下各个部门的同工 都要来找我算账 与其中你早上一天到以后 好多人都吃掉服饰了 我给你讲 我给你讲 等候耶和华 连于元首基督 连于葡萄树 是转眼之间的事 我们的心几时传向主 帕子几时就出去了 你不要跑来跟我说 余弟兄啊 你今天竟然这样讲 我需要三个月 来除掉我的帕子 我需要软弱三个月 来重新得力 你什么时候转向 whenever 所以弟兄姊妹 基督徒长期软弱 或是疲倦 浩劫 烦躁 都是不应该有的情形 虽然是难免的 但是不是正常的 所以我以前讲过一个 有一次在我们好几年前的 祷告会里面 我不想大家还记不记得 那是在疫情 以前我们祷告会 现场有八十多个人来参加 那天我们唱 那个侍奉耶稣真有快乐 怎么唱 侍奉耶稣真有快乐 对不对 记不记得这条歌 唱的大家都喜乐 都快跳起来 完了我就问说 我说侍奉耶稣真有快乐的 请举手 百分之百都举起来了 我再问一个问题 我说侍奉真有快乐的 请举手 我跟你说 只有二十五% 最多三分之一的人举手 三分之二的人不再举手了 为什么 侍奉跟侍奉耶稣 难道不一样吗 是谁把他弄得不一样 本来就应该有等号的 因为我们无论做什么 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都是在侍奉耶稣 主说你坐在我弟兄中 最小的一个人 就是坐在我的身上 不光是为主做 我倒杯水给他喝 我是像给耶稣喝一样 你知道吗 这就是仇敌蒙蔽我们 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 让我们所有的生活 事奉都有价值 所有的事情 无论吃 无论喝 无论做什么 都可以跟神的荣耀发生关系 所以一个正常的侍奉 我身体会累 真的会累 但是我灵里面是喜乐的 我的力量不光来自于 我跟神有一个正常的关系 等候耶和华 让我重新得利 我得利的秘诀在于 我真的把耶稣的内住 当真的让基督来替代 什么时候累 什么时候烦 立刻停下来说 耶稣帮助我 叫我不再是我 乃是你 真的让我活着 就是耶稣 我跟你说 这真的是得利的秘诀 第三个 李希米基告诉我们 我们很喜欢这句话 The joy of the Lord is my strength 对不对 中文翻成 靠耶和华 而得的喜乐 是我心里的力量 这个没有翻出它的味道来 就是主的喜乐 主的喜悦 是我的力量 当我在这里全心侍奉他 主的喜悦 主的称许 成了我力量 虽然我疲倦 虽然人不领情 不管别人怎么看 当主喜悦我 主称许我的时候 我里面有一个 说不出来的喜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